老妈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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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长舅舅妈妈 我前二年得了脑栓塞了 脑血栓是吧 你告诉我你几几年数什么的 我是41年7月2日 数舌的 41年 数舌的是吧 数舌的 老妈妈 我告诉你啊 只是小中风 小血栓 我告诉你影响你两个 你第一便秘 你用卫生间的时候 千万不能憋 第一个 第二个 你的胆固醇很高 我告诉你 你的血管脑血管 我看到不止一个出血口以后 所以你去问医生好了 你现在一定要当心了 不要再吃胆固醇很高的东西了 我现在吃素已经二年了 两年了是吧 太好了 你第一要吃素 第二 老妈妈 你每天上午要吃个水果 最好吃一个青苹果 好吧 好 而且你要吃 我有糖尿病 青苹果可以吃的 老妈妈 糖尿病可以吃青苹果 如果你血糖觉得 低的话 你可以吃一点点汗里 就是那个蜂蜜 嗯 好吗 因为你有便秘 还有 老妈妈 有一个眼睛非常不好 两眼都不好 两眼都不好 右眼更不好 老妈妈 那个厉害 那个右眼厉害 右眼 右眼要当心 特别当心 掉眼泪 模糊 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左眼呢 还能看 老妈妈 关节也不好 关节不是很疼 哎 要 我看啊 要走路 好吗 哎 要走路 坚持走路 我现在俩腿 走不动啊 走不动 也得撑着 也得走 老妈妈 第一要走路 第二 老妈妈 你要记住 台长一句话 你像你这种病 每天要念大悲咒 要十七遍 我每天念 那念左叶 念小方子 十七遍有吗 大悲咒 我每天念左叶 二十一遍 然后你念了之后 你就说 请观世音菩萨保佑 你就把这些小房子 不要做功课留着 就是说 直接先治你的病 请观世音菩萨 帮我治 我身上的糖尿病 你的腿啊 妈妈 你的腿 我刚刚看是最大问题 因为你 如果你再不好好的 把这些病治好的话 你可能会 会做轮椅了 听得懂吗 我 那药造不了道 药汤啊 你的腰 你的腰 有肩 腰肩盘 还有点突出 一点点 第三节的地方 老妈妈 老妈妈 你的肾脏也不好 对 又肾啊 很不好啊 小便也不好 不好 老妈妈 现在我看身体很糟糕 就剩一个脑子还好 我现在也糊涂 现在 哈哈哈哈 现在也糊涂 现在也糊涂 好妈妈 我教你两个方法啊 第一 你现在吃素了还好 第二 拿一个木梳啊 经常梳头 把自己的头啊 梳 其实就是按摩血管 第二 你吃不吃单身片呢 我过敏体质 吃嘛都不行 你吃吃看好吧 这是中药 不是西药 单身片 单身片 我吃完了 你看 你看我这肚子 老大的 你说大就大 说小就小 你吃过没有 吃过没有 吃过过敏 老大吃完了 吃了多少时间 哎呦 吃了三天 我都不难受了 就不敢吃了 三天 嗯 就难受 难受了 我一看它上写的 过敏体质不能吃 没有啊 你是吃的什么单身片 就是 单身片没有说 上面写的过敏体质的 我是吃的上海处那单身片 吃完 我现在不吃那个 我二十年的肚子胀 肚子胀胃也胀 你知道吗 老妈妈 你肚子胀是因为你的胃不好啊 你知道吗 要命了 那你这个小肠有问题啊 小肠啊 嗯 你吃下去的东西都不蠕动啊 都积在那里 听得懂不了 嗯 哎呀 我现在一坐着哈 屁股胳膊腾红 有一块东西 腿胳膊 妈妈没有东西 坐下胳膊腾红 做不了 老妈妈 你听我一句话 糖尿病呢 第一 要泡脚 第二 不能碰撞 第三 每天要坚持走路 还有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四个小时 不能吃东西 嗯 肚子再饿也不能吃 一个晚上能保证你心脏 不会负担重 而且血糖不会高 早上起来 要测试血糖 血糖机有不啦 天天测 嗯 要测 测了之后 才吃东西 要少吃多餐 而且你要每天念心经 你听台长的话 你要多喝大杯水 天天大杯水 我们家就我喝 谁都不舍得喝 这个老太太 老妈妈你记住 你现在几岁啊 我帮你看看有没有结 我看看吧 你现在几岁 我现在是76了吧 书小说的 她什么都不知道 76就是结啊 76 75 76 我还糊涂 这老妈妈很好玩 老妈妈你听台长的话 你寿命还有 寿命啊 寿命有质量不高啊 太难受了 太难受了 所以叫你好好念经啊 你要念经之后 质量就上去了 你要知道 念经之后 你如果有一天 一边呢 好好念经 消业障 然后呢 老妈妈 我告诉你啊 我看见你有一个姐姐 也不知道你一个妹妹 你有个过世的姐姐 还是妹妹啊 妹妹 老在你身上刚才 所以你心 你要记住 她老在你身上 你的身体就好不了 你能不能帮她 把念经啊 消掉啊 我不认识哪一个 我有两个妹妹死了 死掉的那个 死两个了 死两个 我帮你看看啊 我帮你看看啊 瘦的那个 瘦的那个 我小时候死一个 前几年死了一个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 一个 一个眼睛 在这里有两个颧骨的 想想是一个哪一个 颧骨有点点高的 脸有点长呢 眼睛不大 哦 我还不知道 他 我小的时候 我告诉你 可能就是你前几年 死掉那个 哦 那他六十多岁 才死的 这可能就是这个 你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吧 好吧 我因为我这个体格 晚上我叫他来看看你吧 你别看我了 我本来就不好受 这个老妈妈挺逗的啊 老妈妈就这样 你让你就给他念吧 好吧 我因为我这体格不好哈 我吃素 我二年了 我老伴都跟我一块吃素 就看我一人吃素无法的 哎 前一阵老头甩两个脚 孩子劝老头 别吃素了 你岁点大 没劝他的 孩子们说 吃素 你岁点太大了 我告诉你 你记住一句话 你去看 专家医生 年纪大的 吃素非常好 我老头说了 老头说 我在不死面间 喜悦了 我从挺卢台长的话 我吃定了 谁也呛不了他 加两个 加两个 加两个那个营养品 就可以了 一个 一个叫他吃 那个软磷脂 大豆软磷脂 吃脑汁的 包括你这个 也可以用 第二个 要吃螺旋枣 他心脏不好 心脏不早 我告诉你 你叫老先生 待会儿 我跟你说 这个老先生 他就是 要叫他吃单身片 你呀 我告诉你 就是自己脑子里 哎呀 吃下去 我会肚子脏不舒适 我告诉你 单身片 根本没有什么副作用 哦 那好 你要坚持的话 我告诉你 不会 你肯定 他是活血化瘀的 那有您这句话 没问题了 我要吃 没问题了 你一天吃一次就可以 消消消 好吧 你听我的话 我都吃 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手掌都吃的 我就不跟你讲了 他能够保护心脏 你知道活血化瘀 瘀是什么吗 瘀就是肿瘤啊 听得懂不了 活血化瘀就是把肿瘤化掉 现在明白了吗 我前些日子 您去年来的时候 我没奶烧图腾 心里有点翻得红 我夜里做梦了 做梦了 做梦了 回来您都说了 哎 你别以为我不管你 我管你 看见了吗 我不管你 我给你请来一个 主任医生 你回头看看 我一看一个六十多岁 一个老太太 我回头 等我醒了一做梦 这扑子给我砍病来了 菩萨 我原来起不来了 从那以后都起来了 现在 大家听到了吗 对 台长法身很厉害 我救人主要是法身厉害 所以我救不了你 我帮你找人救你 不一样 我给你找人了 你知道吗 我会管你的 老妈妈 你放心好了 谢谢陆台长 谢谢陆台长 我觉得你呀 因为你如果好好的活着 你现在质量虽然不好 但是我看你的 阳寿 除了81岁的时候 有个大官 其他的时候都过得来 没什么大问题的 你死不了的 质量搞 死不死 质量搞点 他难受 好了 我现在就要求你 陆台长 脑袋晕 我体来年轻费劲 晕得我难受 头晕晕是吧 头晕晕 你还是血压问题啊 血压也不搞 凉凉 他甜的头晕 头晕 老妈妈 你起来的时候 不要一下子起来 我得做保健 这完保健才起来了 不要做了 我看你呀 我看你做保健 不如散步 你在床上做保健的话 血液也是会很厉害的 所以你头起来 头会晕的 你听我的话 好吧 你不要以为啊 你在床上踢腿啊 拉手啊 这个全部会增加血压度的 所以你在床上要放松 起来之后散步是最好 因为头顶的天 脚踩的地 皆天地之气啊 这还不懂啊 所以走路是长寿之道啊 我走路 我咬疼俩腿 二臣走不动啊 走几步就跟走二里地在的 哪不动我的腿 坚持吧 好了 老妈妈 你看看我的佛堂好吗 你看看 你还有护法城保护你的 关帝菩萨都来保护过你 你家里应该这个相会打卷的 好吗 没问题啊 我买完的房子 我念了二十一张小房子了 给房子 方好啊 八卦二的房子 新买的一年多 我都念了二十一张小房子 你这房子也不是太大 我马上就看到你房子了 蛮好的 有两个佛堪 对了 关帮还有一个财神爷了 没问题吧 我的 像你这么大年纪 还要财神爷干嘛 那是儿子我给他打的 他被拿走 去财神爷保佑 我的儿子发财 各我那是了 好了 两个佛台是对的 把菩萨跟神要分开的 对 分开了 一人一个台 对 我都上回挺完 你知道 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寺庙啊 就是拜菩萨的 有的拜 关帝菩萨的 有的办这个办那个 他都不一样的 明白了吗 好了 好 谢谢佛台长 谢谢 老妈妈挺逗的 感恩 救总生的 观音菩萨 感恩 佛台长 今天来到这个 我想 请 卢台长 看一看 我的老伴 我老伴 1935年 叔叔 住在 住在 卢台长在这里 你看这个卢台长 你不要看那个卢台长 在这里 对 对 对 所以你看看 他一天到晚看我发生了 对不起啊 1935年 数什么呢 数珠 想看什么 想看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身体状况 我告诉你啊 他身体非常不好啊 他要 我告诉你 不要哦哦哦的 他以后要在床上的 就是说要摊在床上的 嗯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你要给他好好地念经啊 好 好吧 嗯 但是用你现在这个速度 一天只能念几遍大悲众 好的 你要讲话要快一点 哎 那么念经声音也快了 好 啊 我看看他 主要 关节不好 你这个老伴 关节不好 对 还有肚子肠胃结实 肚子啊 肠胃不好 对 说的好 实在 还有 他这个人 现在看他那个颈椎 一直到这个腰椎 这根脊柱啊 是歪的 所以他这个人不会直起来 他一直是这样的 哦 这个说的太对了 太对了 太对了 我又没看到他 对不对啊 对 我现在是看到他了 嗯 这个老太太呢 人是挺好的 但是话多 哦 一直在你耳朵边上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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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地讲 嗯 但是你也听惯了 把他当广播听了 哈哈哈哈 老人嘛是这样 啊 我告诉你 他没有 什么大问题 他最要当心的 他就是不断练 他现在发胖 对 有有有有有点 发胖 胖起来 肚子很大 肚子们有个油肚 有个弧度 还有老伯伯 他的关节不好 加上他的腰也不好 对 腰是 这个手就对 还有老伯伯 他的手啊 他的手跟脚啊 发凉啊 经常发凉啊 对 就是不热啊 然后早上手有点发麻 嗯 你特别要当心的 你要给他多喝开水 哦 明白吗 他血凝度很高 血凝度 血凝度高的话呢 就是说经常觉得有点颤抖 哦 人会发抖 明白了吗 所以你们看好了 医生给你们打针 血升进去打不出来 他就马上叫你们喝杯水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明白 就是这样 好吧 嗯 他主要是这个腰椎啊 你所的工作 我看一下啊 腰椎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节 他这第四节有点突出 嗯 所以他这个人站的时间长了 马上要坐下来 坐的时间长了 又不行 又要痛 对对对 他站这么多长的时间 所以是该还要 要到几块啊 他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今天能够坐到现在 已经应该很不容易了 可以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今天菩萨保佑啊 很多菩萨来的 他心情好 对生好 没问题 没问题 你好好的帮他念念经吧 你帮他求求菩萨 好 会特别灵的 因为你有气场 啊 我啊 啊 对 你知道吗 气场啊 气场 不是气场 是气场好 气 气场好 你会给他带来一些快乐 哦 对对对 这个老婆婆 就是不太好意思讲他 厉害嘛 也蛮厉害的 啊 过去呢 也有一点法力的 啊 但是是三神 你是一个三神投胎 三神投胎 来个我啊 你啊 我三神投胎 所以你很厉害的 你讲什么人家一定要听的 年轻的时候也是的 你讲什么别人一定要听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听得懂 那是不错 请说吧 三神 好 我再想问一问这个 我这个孙子 孙子呢 是1988 对着话筒一点 对着喇叭 1988年 属龙 我想问问他 这是一个年轻人啊 问问他的这个 他的事业 今后的事业 和他的婚姻状况 88年属龙的 属龙 现在几岁了 属龙吗 88年吗 今天 二十了 二十八了吗 差不多 二十八 他的事业 不是很顺的 不是很顺 他要到三十 三岁过了之后 才会好起来 三十岁以后 三十三 哦 三十三啊 如果他要好好念经 念准提神咒 这个准提神咒 是心想事成的经 哦 还有叫他房子里 房间里不要贴得乱七八糟 东西太多 哦 非常不好 嗯 惹鬼的 看嘛 你要叫他多贴点山水画 哦 好吗 好的 他那个房间里贴的东西太多了 嗯 非常不好 好 好 33岁之后 如果你叫他念准提神咒 还有心经 对 他会 运程会好起来 好的 好吧 准提神咒是 心想事成的经 一念就好 嘿 好吧 对 对 好了 因为嘛 我本人 你看看有什么 要 你本人啊 是 之前的 你本人就是 老伯伯要当心啊 你的血压 还是高啊 哦 你别看你瘦啊 血压高啊 你的心脏 也有点问题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 还有啊 你的眼睛啊 要当心 嗯 他呢 眼睛呢 是 有点花了 有点花 不错 好 还有不要太敏感 什么事情 不要太敏感 不要太敏感 啊 因为 一个人一敏感 你就会 你看 他太太鼓掌了 是 是 敏感 太敏感 什么事情 怀疑啊 怀疑 啊 不要太怀疑啊 因为怀疑到最后 你会脑子脑容量会不够的 人会觉得会有紧张的一种压力 所以一个人多怀疑人家自己会有压力 慢慢慢慢时间长了 人就会精神崩溃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你现在要放下 没人会对你怎么样的 你也不要去怀疑人家 你就好好把自己生活过好就可以了 好的 好吗 老伯伯 对对对 好了 好 说得好 说得好 好 那这就感谢卢台长了 好 再见 再见 好了 好了 小妹妹好 大师大师大师 大师大师大师 我是福祉和卢台长 小妹妹 大师大师大师 我是2007年的猪 帮我看一下 药耳朵不好 要做手术 请卢爷帮我看一下 2007年的猪是吧 是啊 你在耳朵不好之前 你在耳朵啊 不是一下子就听不见的 是慢慢慢慢听不见的 对不对啊 对啊 我告诉你 这孩子 小时候吃了太多活的东西了 她妈妈在肚子里 她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几乎每天要吃个海鲜 说帮她补营养呢 听得懂了吗 这把她耳朵吃坏了 小妹妹啊 你现在这耳朵 不是说一点都听不见 还是能够听见一点点声音的 对 对不对啊 对 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卢爷爷帮你治一下 这孩子太可怜了 是多了 好 对不对啊 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 好,眼睛睁开 小姑娘 小妹妹,你觉得 你把那个左耳朵捂起来 捂起来 你听听看,你的右耳朵听得见吗 听得见 听得见了吗 听得见 比刚才想吗 比刚才想 看见了吗 老妈妈,你帮她小房子 要念108章 她自己年轻 她从五岁就开始年轻 这么好 她念了一百多章小房子 我告诉你,这个孩子非常有善根的 没有问题的 我告诉你,再给她念 叫她自己念108章小房子 念完了之后,台长很快叫她那个右耳朵好 我明年来的时候 全部听见了 她现在做手术怎么办 现在要给她做了 要给她做手术啊 帮助她的右耳朵 移症 对 不是大手术 没问题 那个她在 你这样好吧 你 这孩子做手术的之前的一天 你叫她告诉 公修组 那个这里的我们的公修会 好吧 心理法门这个观音堂 你去找他们 叫他们打个电话 告诉台长 说在法会上那个小女孩 明天要做手术了 台长帮她加持一下 保证耳朵全部听见 谢谢师傅 好了 还有 这个李婉彤 他从五岁开始学佛 您头一次来 这个 来这红法的时候啊 就学佛年轻 就齿全素了 他已经 他一上来就齿全素 可是他就是从身上来以后 他就有一个黑心裤 而且哈 到两岁以后啊 哭得相当的 一哭哭两三小时 就是喜欢哭是不是 不是 他那种哭好像又臭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 哭啊 哭 哭 哭是不是 就是闹啊 啊 闹 而且他造成他那鼻子 引起来的扁桃体大 你看他眼睛也发现 帮他念掉 你都看 就是这个灵性 你都看着什么 哎呦 就是活的海鲜呐 里边有 有两个大的甲鱼特别大 鱼很多 虾也很多 他妈妈不吃鱼 他生出来的时候吃不辣 他生出来的时候没给他吃啊 他就是 好像是 鱼在身上 有鱼有虾 好了 可以开一桌了 他自己吃 他自己吃 小时候 好嘞 可是他念经 他从五岁一念经 他说这些东西都是臭的 鱼要下什么都 那当然了 念经之后干净了呀 没问题的 他现在四年都没吃 你叫他好好的继续念经的话 台长叫他这些病很快就没了 他已经念了一百多张 现在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了 现在好多了 好多了吗 再念下去更好呀 对呀 刚才上台分享去了 他 那就好了 好了 继续念下去 还有我念经念的小房子质量好不好 哎呦 你几几年属什么的 2007年属猪 不错 蛮好的 这小丫头都上辈子了 我都看到这小丫头都上辈子了 还不知道是哪辈子的 大概前辈子的 还带个小凤冠 好 好了 谢谢师傅 好了 我家的佛台有没有来过菩萨 观地菩萨来过 感恩师傅 上次就说 哎呀 就是管 跟你说了 来过就来过了 上次说了 我告诉你 台长说 一模一样的 我可以在梦中可以告诉你很多事情 明白了吗 谢谢 法生可以的 再见啊 小妹妹 下次来的时候耳朵都好了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观心菩萨 感恩师卢台长 地址给台长请安 我是63年 我是63年的兔子 我要看个身体 你也是啊 腰不好 对 我告诉你啊 你还有一个问题啊 你的肠胃也不好 是的 啊 你的右颈椎 脖子也不好 我的浑身关节都不好 跟那个老妈妈一样 差不多 我看啊 你还掉头发 是的 是的 你家里 你 现在有一个老人家在你身上 你赶快把他念掉 我不知道是谁 像一个男的 头发花白 很瘦吗 对 那是我的父亲 他好像现在告诉我说 他走的时候 好像第一 他很痛苦 第二 他放不下 很多事情 是的 是的 他昏迷三天 直接就走了 昏迷三天的时候 实际上他都知道 你们在说些什么 你们几个姐妹在说话 他都听到 是的 是的 师父 我告诉你们 这个老人家 人挺好的 但是呢 脾气很倔 是是 非常对 那对你呢 他还是觉得不错 但是你们家里 有一个讨债鬼 对他非常不好 是的 鼓掌 怎么老不鼓掌呢 听得懂了吗 师父 我父亲已经惩罚他了 他出了很多恶事了 已经 我知道 我告诉你们 如果不孝顺 老爸没有上天 他没那个境界 他哪怕到了阿修罗道 他也会来惩罚他 有时候你就是做鬼了 他说我也盯住你 过去这种故事电影 唏嘱太多了 就说你只要得罪他 走掉的时候 他一定会 所以为什么很多孩子 在长辈走的时候 特别庄重啊 要给买好棺材啊 为什么土地 要找块好的坟啊 就是这些问题 所以你这个弟弟不孝顺 他就惩罚他 我告诉你 惩罚之后 一般能够 直接来惩罚他的话 弟夫给他令牌 最后可以把他拉走的 今天他出了一个车祸 非常严重 折了三根肋骨 看见了吗 你们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 他现在相信不相信 我的嫂子相信 他还没念经 我一直在度化他 那麻烦了 多赶快度化他吧 而且他白天就可以看得到我父亲 看见了吗 他一想就能看到他的影像 看见了吗 你们现在知道卢台长了吗 我早跟你讲了 你得罪了父亲之后 他就会一直到你身上来 他就死盯着你怎么样 明白了吗 就可以把你带走 所以你一定要跟弟弟讲 你再这样下去 你会没命的 三根肋骨 那是玩玩他 让他吃点苦头 最后是会把他带走的 我一直在度化他 我告诉你最后是什么 你知道吗 最后就是让他会 哎 哎 哎 是的 我知道 谢谢师父 他已经有点昏昏乎乎了 是的 现在人已经不清楚了 一般的来讲 只要出一次车祸 人突然之间会变个人 脑子会很糊涂 这已经有灵性在身上了 是的 是的 我知道 而且我的父亲 在晚上我做梦的时候 半夜三点钟 喊我的名字 看见了吗 给我叫醒 我知道他是着急了 一直给我母亲念小房子 你赶快给他念吧 他脾气很倔的 是的 我告诉你 他说要拉你兄弟走 就可以拉你兄弟走 现在他觉得他没劲 他觉得你因为会念小房子 所以他就盯着你 那你就心情笑吧 好的 我可以告诉你 实际上 我刚刚讲你弟弟的时候 你也要警惕 实际上他 现在告诉我的message 就是说 你也不是太孝顺 好好忏悔吧 好的 我对不起 错了 错了 我忏悔 我跟你们讲了 其实人不会死的 死掉的只是个躯壳 人的灵魂永远不会死的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你我告诉你 他唯一的 比较心疼你的 就是感情方面 因为你过去 感情上老受挫折 对的是 是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了 你现在好好念经 跟父亲好好地还债 给他念上去之后 你爸爸还会保佑你 最好你就是求关心菩萨 其实你这个人 人不坏 就是傻傻的 没脑子 是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感情运 应该有两次 比较大的 是 对 没错 鼓掌 现在明白了吗 而且你还有一次 被人家骗钱 骗了很多 对 现在你们知道了吗 所以人的一生啊 全在自己掌握当中的 所以你好好地修 你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你不好好地修 那你就 lost你的命运了 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懂得 什么样 才能控制好自己的命 好 你现在 好好的 多喝大杯水 多念经 自己要多念 礼佛大忏悔文 好的师父 我每天五遍 你是个好人 台长要救救你 很容易的 师父 你梦中来过很多次 我有病的时候 给我吃药 还为我降妖除魔 看见了吗 大家看见了吗 所以我跟新西兰 很有感情的 所以你们好好的念经 说不定 一个 像台长这种级别来的话 你们基本上也好了 差不多了 师父 我的心脏不是很好 你心脏有一根小血管 有点堵塞 所以你的手会发麻 是的 每天早上 我告诉你 我现在看你的心脏 雪到这里就打不上去了 特别慢 再下来 水到这里就打不上去了 特别慢 是的 我不能上坡也不能上楼 一上坡上楼就没有力气 浑身无力 你要吃单身面了 好的 好吧 那个老妈妈刚刚都答应 我再试一下 你更应该试一下了 我吃 好吗 好的 单身面非常好 师父 那我的小房子要念多少呢 小房子这样吧 小房子你一共要念280张 好的 好吧 你慢慢的念 我相信 你没有什么大问题 你的业障基本上 靠你自己能消掉的 师父 我去年是坐着轮椅来的 你帮我看过 我的降头走没走 我今年好了 好多人都见证 说我跟去年大变样了 大家鼓掌了 这个不鼓掌了 大家看见吗 去年坐轮椅来的 我告诉你 你就是因为可能上一次坐轮椅 台湾给你看了 给你接下了一个善缘 对 所以我才会到你梦里来 帮你看病的 是的 师父 我去年 你说我52岁 恐怕过不去 我现在过来了 我53 谢谢师父 感恩菩萨 好好努力 那你要多度人 自己要以身说法 是的 是是师父 好啊 师父我要放生多少条鱼呢 你要放生3000条 好 好吗 好的好的 其实你这个人蛮可怜的 我看到你蛮可怜的 是的 师父 我降头走没走 他被人家下过降头上次 对 他被人家下过降头 所以台长帮他弄掉 所以你才会好的 你现在已经没有降头了 谢谢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谢谢 谢谢 所以有时候朋友不要乱交 有时候通灵人不要乱找 找了之后 你对他好的时候 他对你很好 你对他不好的时候 他就搞你了 现在大家明白了吗 是 师父 我父亲我要给他念多少章还需要 父亲啊 父亲要很多 要180章 可以的 我一定给他念 好吗 还有圈圈你弟弟啊 好的 就是你给他父亲要超度走之前 你父亲这个脾气很倔 是 也会把你弟弟拉走的 是的 我一定告诉他 如果你要救救你弟弟的话 你尽快的叫你弟弟要好好地忏悔 好的 什么都不要求 就叫嫂子先给他 给他念 每天念五遍礼佛吧 好的 但是又怕嫂子帮他背叶 明白吗 是 我嫂子身体也不好 所以人就是这样的 所以碰到不好的人 不相信的人 你就倒霉了 所以相信的人就有救 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师父 我想问我母亲 我做梦 她变成星星了 我现在有点害怕 我给她念了二百多章小房子了 什么时候走的 呃 08年 叫什么名字啊 姓何 叫何荣 光荣的荣 何就是单利人 单利人一个可 荣呢 光荣的荣 你妈妈是不是个子不高啊 不高 头发好像圆圆的 对对对 头发两冰往后梳的 对对对 没走还没走呢 还没走 没做出声 没头出声高 谢谢师父 还在 那我要继续给她念多少次 你要给她念八十六张 好的 谢谢 你妈妈死的时候眼睛很不好 对对对 唐尿病眼睛 看不见了 大家看见了吗 谢谢师父 你好好给她念经了 好的 还有希望 好吧 好 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 好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台长 未来的准地址向师父 请安 准地址 我是1976年1月熟吐的 麻烦师父帮我看一下 我是 又是75年12月份的 感觉一下是熟吐的 还是熟龙的 我不知道 72年数什么 76年1月份熟 熟吐的 过了年了不了 没有 谢谢 之前嘛就是 之前是龙是吧 之前是兔 兔是吧 是 谢谢 这个也要问我的 我不准确是熟吐 还是熟龙 兔 谢谢 请问师父帮我看一下 我的子宫肌瘤 谢谢 医生建议我做手术 问题你不止一个 是的 鼓掌 有三个 你现在几岁啊 三十几啊 41岁了 41是吧 嗯 你是在 现在吃全素了没有啊 吃全素了 师父 你再过一个月 再去验一次吧 好的 谢谢 你许个大愿吧 许个大愿之后 过一个月 一验一次 如果说小了 你就可能就可以免出一刀了 听得懂吗 听懂 如果不行的话 你去动手术去 好的 一个月之后吧 嗯 我需要一个半 一个半月吧 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和放声 小房子要念 108张 你现在都挺好的 你已经有菩萨保佑你了 谢谢 谢谢菩萨 谢谢师父 请 小丫头 你应该做梦做到 天上的 师父 我梦到你们帮我做针灸了 现在看到了吗 你们最好找关心谱下 听得懂吗 台长没那么大法力的 请台长帮我看一下 我的眼睛绯闻症很重 谢谢 兔子是吧 对 是的 谢谢 左眼 特别厉害 是的 很厉害 这个也是蛮痛苦的病 你能不能多喝水啊 喝水 就这两天喝的少一点 你这个兔子要多喝水啊 好的 你要看你这个图腾是白兔 你为什么穿得这么深啊 你的图腾是白的 所以你们知道 每一个人的图腾 都有他自己的颜色的 如果像你这种人 是白兔 你必须多穿白色的衣服 就会很幸运 包括你去interview 去跟人家接触 人家一看见 看见你白的衣服 人家就会对你特别的感兴趣 对你特别的好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师父我想问一下 我念经的时候白天还挺正常 到了晚上 我坐在佛堂旁边 总是感觉旁边有光 我一看的时候又没有了 我不看的时候就有光 一直在闪 刚刚我就看到你 菩萨在边上 你是护法神在你边上 感恩菩萨感恩 护法神 你今天晚上 你待会回去磕头的时候 你就求菩萨帮你 把肺文症治好吧 很容易治的 你自己要点一个眼药水就可以了 点一个眼药水 然后小房子要烧 对着这个飞风症要烧108张 好的 好吗 请师父帮我看一下佛台 谢谢师父 蛮专正的 蛮好的 观世音菩萨 佛台倒蛮好的 感恩师父 看一下我家有没有灵性 师父 谢谢 家不大 还蛮干净的 谢谢 没什么灵性 好吧 师父 今天没时间了 否则我帮你 非文症治一下 你马上就好了 师父 看一下我自己身上 有没有灵性 感恩师父 谢谢 这几年属什么呢 熟兔的76年1月份 看一下我打胎的孩子 有没有念走 就是打胎的孩子 谢谢 是的 赶快把它念掉 还缺49张 好的 感恩师父 49张念掉 再加上108张 你不要管了吧 你就108张 包括非文症 包括那个子宫肌瘤 一起好好念 好的 好吧 放生多少条鱼 谢谢师父 这小鸭子身上光很亮 不知道为什么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很好 你很干净啊 我看你男女的事情 你很干净 你好像没有什么男女事情 身上很干净 感恩师父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感恩达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罗台长师父 好